从没见过这么抠门的女人 竟然用猫粮招待客人 这客人不是别人 而是他的前夫 但他可不是想谋害前夫 只是单纯的想省钱 因为在他看来 同样是鱼肉罐头 人吃的卖89美分 猫吃的却只卖59美分 这都是商家坑钱的手段 前夫吃的那叫一个津津有味 根本尝不出区别 两人之所以离婚 就是因为他太抠门 前夫不仅净身出户 把别墅留给了女人 还会定期来帮他打扫卫生 这样能省下一大笔请保姆的钱 离婚之后 女人从未添置过新家具 家里所有的家具 都是结婚前前夫买的 一块海绵用了两年半 即使发臭腐烂了 洗洗晒干还能接着用 弱大的厨房只有一把刀 切菜切肉剁骨头一刀齐全 为了延长使用寿命 刀子从不沾水 用完擦干净下次继续用 争取再用个几十年做传家宝 家里的热水器 只有在洗澡的时候才开 洗完立马断电 坚决不浪费一滴水一度电 她是拉斯维加斯一家公司老总 身价千万 个人净资产530万每刀 却拒绝任何一分钱流进下水道 因为工作原因总免不了出差 但她又不想在这上面浪费钱 所以如果能在线上见客户 她绝不会出门 这天 她需要前往洛杉矶开会 实在推不掉 无奈只能召唤自己的老古董 一辆96年的野马 看这时尚的拼色就知道 她历经了多少沧桑 银色的车头搭配白色的车身 主打的就是一个拉风 全车除了喇叭不想处处想 果不其然开到半道就抛了毛 拖到汽修店一检查 修车小哥当场傻了眼 轮胎 安全带 挡风玻璃没有一处是好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开了辆自爆卡车 根据当地法律 这样的车必须得修好才能上路 否则就要追究汽修店的责任 除非车主较辆拖车拖走或者人力推走 一问价格一千美刀 这天文数字简直要了他的命 修是不可能修的 这辈子也不可能修 对于别人的闲话 他一点也不在意 俗话说得好 树不要皮必死无疑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但出差不能耽误怎么办 接下来的操作你绝对想不到 他一个电话打给前夫 一声好哥哥帮帮我 让前夫送他去机场 原来他的前男友是飞行员 一番死皮赖脸成功说服前男友送他去洛杉矶 不得不说他省钱有一套 拿捏前任更有一套 从没见过这么抠门的人 他们一家从来不用自来水 只需在院子里放一个充气泳池 收集雨水 一池水足够他们用一个星期 孩子们洗完澡还可以用来洗碗 洗碗水不用到 下次还能接着用 这样一个月能剩下几十块的水费 家里的锅碗瓢盆坏了坚决不换 看这祖传的平底锅 用了几十年 把手都没了怎么办 一把扳手轻松解决 浴室的花洒坏了没关系 大号可乐瓶扎几个洞套在上面 打开水龙头 你看看这效果还真不错 只是这水怎么有股洗洁精的味道 和小气鬼系列其他主角一样 他们从不买家具 全靠垃圾场捡 偌大的客厅里空空荡荡 只有一张软垫和躺椅 更别说什么电视空调啊 这些费钱又费电的东西想都不要想 靠着极致的扣门手段 他们省下了一大笔存款 决定换一栋更大的房子 在这之前 他们想把现在的房子处理掉 为此他们还特意请来了 房产评估室给房子估假 结果评估室一进屋就傻了眼 羞羞补补的栅栏看上去就像猪圈 还有那破破烂烂的地毯 上面全是烟灰破洞 还有各种脏东西 最重要的是 没有家具根本卖不出好价钱 送走评估室后 夫妻俩强忍着不是来到家具城 准备放开手脚买些家具 然而在得知换地毯 就要4000美刀之后 当场就后悔了 询问老板有没有残刺品打折货 结果最便宜的也要1800美刀 高昂的价格算是彻底断了 他们想要换家具的念头 于是他们灵机一动 花了20块挑了几块不同颜色的样品 回家之后 给破损的毛毯打上笃钉 家具城的老板被他们当场震惊 自己做了几十年的生意 还是头一回遇到这样的卧龙凤厨 但这还不够 家具没有怎么办 他们又厚着脸皮敲响邻居家门 询问邻居能不能把家具借他们用一天 等买家看完房之后再还回来 看看邻居这诧异的小眼神就知道 心里一百个不愿意 但看在设置组的面子上 也不好意思拒绝 只能无奈同意他们的奇葩请求 得到主人的允许后 他们一点也不客气 专挑贵的班 什么真皮沙发原木茶几 还有价值不菲的艺术品 都被他们带回了家 装饰一番总算有了点家的感觉 第二天买家上门看房子 一进屋就看出了端倪 特别是那个打了补丁的地毯 格外显眼 最离谱的是就连冲水马桶都是坏的 要借助之前用来加锅子的班 才能拧动开关 看看买家这嫌弃的小眼神 就知道他们这房子 恐怕是卖不出去 这个男人有家不回 非要住在洗车店 为了省钱 洗完澡的水坚决不浪费 套上穿了一个新漆的臭袜子 用洗澡水给客户洗车 洗澡洗车洗袜子一水三用 如果客户还要求抛个光 那么他就会掏出 一块钱六片的姨妈金 倒上六块钱一打的可乐 可乐中的柠檬酸 能完美去除车窗上的污渍 这样算下来 洗一辆车的成本不到一块钱 学徒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原来洗车还能这样洗 不得不说省是真的省 但缺德也是真的缺德 不知客户在闻到特殊气味之后 会不会上门找麻烦 靠着这样的洗车方式 男人每年能挣十万美刀 然后靠着变态的省钱技巧 一年能存下九万 但这还不是他的极限 为了省电 他从不开灯 如果需要 他会用客户车的电瓶接上电 每个月能少交五十美刀电费 客户要在半路上抛锚打不着火 真要给他两棒锤 然而没有人会相信 几年前的他和现在截然相反 花钱大手大脚有多少用多少 给老婆买金银首饰都不带眨眼 可自从三年前离了婚 他便完全变了一副模样 现在的他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渐渐养成了抠门的习惯 这天 好友给他介绍了个相亲对象 他准备弄个烛光晚餐 搞点浪漫气氛 一举将对方拿下 你以为他会找个高档餐厅 那就大错特错了 让他花五六十美刀吃一顿饭 当天他换上了自己最好的修车服 上面只有一个破洞 为了把省钱贯彻到底 用的餐具是一次性碗碟 省钱又实惠 用完用水洗一洗 下次还能继续用 店里没有厨房 做饭全靠便携式烤炉 省钱又省电 当相亲对象准时赴约 得知约会地点竟是洗车店后 当场蒙了圈 自己活了几十年 第一次在这种场合约会 但出于礼貌 他还是勉为其难坐下了 男人浪漫地点燃蜡烛 蜡烛瞬间冒起滚滚黑烟 这是他用废气机油自制的蜡烛 随后他把食物端上桌 成食物的盘子 是用废气的轮胎做的 主打一个就地取材 如果说这些还能勉强接受 那么接下来的操作 真会引起不适 吃饭用的刀叉 竟然是他修车用的工具 相亲对象当场一个大无语 自己是来约会的 不是来送命的 用餐时间 两人进行了友好交流 晚餐过后 女方只想赶紧逃走 男人依依不舍约 他下次一起吃饭 女方礼貌性地同意了 表示有机会的话下次一定 男人对此次约会十分满意 觉得这次十拿九稳 殊不知女方事后 是这样评价他的 看来男人的脱单之旅 任重而道远 当然他对自己 还是有清醒认知的 i'll never change my cheap skate blades that's who I am and that's just the way it's going to be and you just have to accept me for who I am that's probably why I don't have a girlfriend or wife 是把评片放送到 评片放送到